他會傷害你的 你知道嗎 我不怕 放開我 姐姐 既然你活了下來 就好好地活著 過去的事情 就讓它過去吧 我知道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姐姐會陪著你 既然你想得這麼清楚了 那我就 不再跟你唱反調了 既然如此 那便算作兩步相欠 兩步相欠 小葉姐姐 我回不去了 就算沒有龍血柱的藥物 常無決欠我迟迟未回元一宮 也會設法尋人 鳴剑 當年磨家村滅村 罪魁禍首應該就是他 磨家村與我無關 他被滅村 也不關我的事 還有 不准再叫我鳴剑 爹